哎呀 理论上我应该选一啊 一般非求选一比较安全 但是呢 为了节目效果啊 咱们还是 展个二对吧 就是confirm 就是为了节目效果啊 ok来这层节目们老少爷们大家好啊 我是温哥 按理说每一次FIFA的新游戏发售的时候 应该是FIFA的博客最繁忙的世界 但是最近温哥确实没怎么更视频 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温哥很忙啊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忙着打这个Division Rivals啊 也是天天打越越打 这个东西实在太坑爹了啊 你不打马上你哪怕 比如说前两天我已经达到了RUNK1了 但是你只要有两天打的少 马上又会掉你的等级 然后我是跟他刚刚在结束之间 好不容易又打回了RUNK1 也是特别的辛苦 也是在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奖励我们的这四个包啊 来开一下啊 不过这是稍后的事情啊 那么先干什么呢 先我把这个该做的那些没做的东西补上 也就是开荒镇的一些介绍 也是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你这个开荒去年有了今天没有 包括之前这个我应该再说一些 比如说测评视频对不对 还有这个一些开荒牛人啊 便宜的邀人的推荐什么的 我都没做啊 这就是我刚才说了忙 还有一件事情忙什么 我还换了个工作最近 而且不仅是个简单的换工作 我在悉尼找的工作 现在是在布里斯班 所以说我还要搬家搬一千多公里啊 然后搬到悉尼去 给他还要找房子什么的一堆的事 现在的工作又要收尾 所以就是忙的脑壳都疼啊 脑壳疼要喝冰磕了啊 所以说就是有点这个对不起大家了 所以大家就多担待担待啊 那么今天呢啊 也是主要是给大家稍微show off一下 我的这一套这个开荒镇 当然所谓show off一点都不收 在这个欧皇或者是土豪面前啊 我们这就是小屋见大屋了啊 当然了这套镇种 你说开荒吧 也有一些稍微溢价 对于开荒来说 又价格不太那么合适的球员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毕竟我还是开了很多包嘛 虽然飞啊 也是能够开出一些相对还算不错的球员 所以说比如说现在这套阵容大家看到的 其实一开始我问我只想组一套法国阵 纯法国阵的 但是每次你的想法跟你的实际有出入 因为你开到这些球员 所以根据你开到球员的 毕竟开到好球员 我要等着那个到了那个市场最高峰的时候 我再去卖那你放在仓库里烂了 你不如先自己先用一用爽一爽 所以就成了这样的一套阵容 当然这是为了化学值我才变成这样 但是到这个开场之后呢 我们会把它变成 4321也可以 或者我会用的比较多的啊 这个424实在太疯狂了 我一直不太敢用 虽然很多人说挺好用的 那么开场之后 我会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阵型 稍等一下啊 我来让我来稍微的调整一下 OK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先说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一代还是那些中场啊 中轴线上巨人的那种阵型比较的适合 因为从大的宏观的玩法上来说 我让我觉得这一代跟18其实还是挺像的啊 所以说这种中轴线的阵容还是比较吃香 包括我刚才说的 4321啊 4231什么的 就这一类吧 就是18里面你们都喜欢的阵型 就这一代其实还是可以用啊 就是给这些还不太了解的朋友分享一下 我的想法 那么我们从后场开始说 那么落里是我抽到的 一般来讲你可以换个便宜一点的 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多的资源的话 那么两个CB啊 都挺腰的啊 我对CB的速度要求是72起 不能慢过72 那么迪亚罗 我达多特的迪亚罗也是绝对符合标准啊 但是比他更变态的是这一位啊 不知名的朋友 不知名的朋友 我不知道怎么念他名字 法国人名字真的太难念了 速度已经达到了变态的近乎80 然后还有89的身体和总平74的防守 防守是他的落相 但是你只要加一个化学是Sentinel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念啊 加一点这个Defend和身体这样的话 就基本是没入化了啊 这张卡现在用到目前为止 我都非常对他非常非常的满意 那么另外呢 两个边位啊 卡尔哈尔更多说了 就是那种啊综合属性比较强 没有什么短板的那种球员 那么给他加的是Anker啊 一般给后卫我不是加Sentinel 我就是加Anker 就是加Anker是加速度和这个防守和身体的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LB啊 基本上就是那种便宜的边后卫的那种标配 就是主要拖出一个速度快 不过虽然总平只有78 而且速度还不错 但是你看他的防守和身体 其实也是可以看一看的 尤其是他这个体力值达到84 像万恶这种啊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一代这个在instructions里边 有了多了给边后卫多了个选项 就是这个run type 我一般会显成这个overlap啊 就这个就会逃边吧 是这个意思吧 选成这个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这样的话 他们会更多的参与到进攻 不过呢 为了让他们也及时拉回来 你要把这个attacking runs 这里选成stay back while attacking 就是真正在进攻的时候 是不须参与进攻的 当然这两个指令 说实话 我觉得有一点这个冲突啊 矛盾的地方 但是不管了 我现在就是这样设置的话 基本能够保证防守的时候 人回来进攻的时候 他会积极套边 这样的话 对他的这个体力值 就会有很高的要求了 那么这位LB Roslyn 他这个体力值什么确实也不错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选手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场啊 这是孔多比亚 基本就是这一代的亚亚图雷了 真的是我不想去多描述 他就是要多强 要多有多强啊 如果你没有用过的话 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一个新亚图雷 你可以去想一想 亚亚图雷在十四十五时候的那种手感 而且哥们还要身高 要身高 要skin move 还有四星 我不知道上哪说理 然后身体什么的 这个就过了 就是谁用谁知道 你们自己去尝试一下 然后说一下托利苏啊 这个故事更多一些 我如果你看过我微博的就知道了 我前两天的时候 其实觉得稍微有一些不太够用 因为主要速度有点慢 然后各方面也不是很出彩 就当时在考虑 他的一些替代的升级的方案 不过就在我考虑的时候呢 出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这哥们连续两场啊 这个帽子弃法 而且就好几角那种超变态的世界 不过我就觉得我靠怎么回事 他难道知道我要交易他们 然后刚提完两场比赛 我发现有欧冠的SBC就做了一下 然后就出了欧冠版本的脱离素啊 这一下是彻底让我放弃了啊 其实这也是已经升级了 对吧 升级成了这个欧冠版本 那么各方面的属性 现在就日真完善了吧 就各方面 我找不出这什么错油器套了一个 我最喜欢的化学就是Hawk之后 速度又再加了一点 我基本觉得没有什么毛病可以挑了 然后我说到甘道呼 其实他是个LM啊 不过啊 在我们这样一个阵型中辨证成打CM 其实更适合他的位置 一开始抽到他的时候 觉得是让费黑卡 不过变到CM上之后呢 稍微好了一点吧 可以说 但是你知道的 他的数值还是比较的平衡 所以说啊 你说经验吗 没有啊 不过用是可以用的 而且他让我想到的是 让我联想到的是这个18这一代 我非常喜欢用的 也是来自德甲的一个LM 也是黑了之后变成LM 就是Zuber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哪张那张卡 那张卡 说实话 数值比这张卡要好多了 不过用法也是一样的 就是LM然后变证打中场 打中轴线的这样一个思路 呃 反正这张卡应该以后会被替换掉啊 只不过现在我先把它留着 再用一阵 然后前场三叉几 我们看到这个是Aspas啊 在上一代费了很多次 所以这一代的数值涨到85 呃 本身的数值也是非常屌 尤其是这个finishing达到了90 呃 就是变态啊 基本上 然后当然是唯一的短板就是速度 是要差一些 对吧 那么 呃 不要紧啊 只要开场变阵啊 似乎都是这样的 把它变成打中轴线上 它的速度的劣势 基本就被很高的 很大程度上的 这个隐去了 然后给它加了一个engine之后 呃 基本上也是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变态了啊 这个 尤其是和这种tik taka的打法 那么右边这位啊 同样是不知名的 呃 原来是striker啊 我让他也是打一个前腰的位置 基本上的道理等同于阿斯帕斯吧 呃 速度本来是作为前场 不是很够用 勉强够用 让你很难受的那种数值 但是 只要变变到这个中路 然后给他加一些hawk这样的加速度的化学卡 基本就是 哎 挺好看的了 当然了 他们的星光都永远比不上威廉姆斯 大家都所熟知的十九里面 基本是最变态的 这个 呃 应该还算是便宜的范畴里的 这个 呃 妖人卡吧 要速度 有速度 要身体 有身体 要射门 呃 稍微差一点 但是 呃 因为这一代 呃 本身射门就是一个铺接 让大家很多人都 搞不清楚状况的状态啊 很多 这种很 基本百分之百进的球 你让那种 阿归罗去射 他也可能射偏的那种 所以说 呃 其他的掩盖了 他这个射门属性上的稍显的不足 然后呃 他还有六十一的身高 和四星的skill move 当然那个逆足稍微感觉差了一点点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张非常非常变态的卡 然后我给他加的snapper啊 就是加了呃 一点射门值和这个dribble 为什么要加这个带球呢 因为这个agility 就是敏捷是在这个dribble这底下的 所以说 嗯 对于十八十九这两代来说这个数值都挺重要 所以说 哎 在他其他的数据真的不需要家乎客家的情况下 我选择了给他加snapper啊 也是感觉 挺不错的 好 那么这套阵容讲完了 再给大家看一看这个 我的另外一套阵容啊 仅仅仅是给这些真的可能刚接触非法或者没看过万恶之前开荒教学的那些人 大家新手朋友把普及一下为什么有要就是两套阵容 就是因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省这个提力卡的消耗啊 因为在初期初始的阵容那些便宜的球员的话 其实几个提力卡就就把这个花销给cover掉了 所以说是ok的啊 滑的来的买卖 当然了 这套阵容稍微有点超出了啊 这个开荒阵的阵容啊 还是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阿里松不用说了 是我开到的啊 所以开到了还是用一用 呃 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嗯 表现还是很不错啊 很不错 然后呃 呼恩乐苏苏 这基本上是每一代开荒我都会用的球员了 要苏苏苏苏要防守 身体都不错啊 这就也过 然后呃 马丁内兹这基本是为了配这个我刚刚购录的黑的德马克斯啊 因为德马克斯真的非常好 因为我说了我对编后卫的体力要求很高 所以说德马克斯这张卡基本上的各方面都是符合了我的要求 然后德尔伯特是我最大的一个惊喜吧 玩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没想到尤其是我刚才说用那个加的那个instructions 就是overlap让他去套边儿啊 对于这个进攻的这个参与程度是如此之高 他甚至已经啊 作为一个编后卫三十一场球已经进了四个球了 就是各种让我我也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就到了那个位置 然后一叫什么就进了 尤其你如果能用好那个time finishing 多打一点绿条的话 他的进去效率还真的挺高的 然后就到了让我非常纠结的前场 其实我你们现在看到这道阵这样的一个阵容 也是我在两三个小时前刚刚定型下来 当然其实不一定定型 因为我这两天天天在研究这套阵容 那一套 刚才那套阵容我其实就是没怎么动过 除了这个特地缩啊 加强了一下 那这套阵容就变了很多很多 包括阵型和阵容我都有各种各样的尝试 之前在我队里待过的有什么巴坎布啊 卡拉斯科呀 浩克呀 现在还都在那个我的阵下直播 我现在暂时没有让他上场 我们也是一个一个说 直接促成为什么两个小时前我又开始研究这套阵容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刮三分嘛 又是好像这个现在的FIFA是每周都会喝一张中超球员 还都是这种这种类型的球员 塔利斯科什么的 那么刮三分本来的话 我是一开始也想用 但是人痛哥 因为他的速度啊 防守确实是差一点 所以说感觉就可能会导致中场 尤其防守端会有很大的短板 所以我当时没用 但是这一次出了FIFA之后 这些短板 尤其是当你给他套了一个shadow之后啊 把他的速度和这个防守 大大的补枪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六边形战士啊 这个啊 画面真是美如画啊 这个数值 呃 我今天用了他的第一场的 他的第一脚三分 三分啊就进了啊 就是而且是那种直挂四角啊 就是好看的不像画的那种啊 啊所以说我还是挺就是这个满意自己这个决定我还挺满意的吧啊 原来在他之前打这个位置的就是这个连我的位置还没换过来的暴力鸟 好那么这位球员作为这个中中超的综合数值的第一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介绍必要的就是要杀有个杀啊这个然后还是嗨嗨的这个work rate嗯稍微就是如果他的weep foot能变成四星呢就是更好的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好抱怨呢 塔利斯克也是看到有黑卡我就买了一张也是这种卡系因为中超嘛还都挺便宜的其实按理说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啊 那么我给他套了一个marksman因为我想加一点他的这个敏捷 其实在17的时候我就用过塔利斯克因为大家都懂了我是一个疯狂迷恋元摄的人啊 塔利斯克这样的元摄能手绝对是我很喜欢的类型 但是我当时用的感觉没有特别好用就是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敏捷值稍微低了一点毕竟大高饿嘛啊六十三寸的 所以现在给他套了点敏捷相对就好一些 然后又是四星逆足四星的skill move我觉得也是打这个cm的位置我其实觉得更适合他 那么菲尔米诺呢其实是属于那种让我来平衡心态而买的卡什么意思呢 因为如果你是经常会去那个用两套阵容去打比赛的类型你就会发现你去算一下啊可能都跟我一样 你就算一下这两套阵容的总花销然后你会发现有一套阵容好像高另外一套阵容很多 这个时候你用的到便宜的阵容在我的case里就是这套中超的阵容的时候你就会有点小微的心理应用 你会觉得呀这个便宜啊会不会就踢不好就这种 所以说来买一个巨型啊来平衡一下这样的心理我是花了八万三买到这张卡 那么我对他的感觉就是中规中绝啊 因为他本身这个价格也是有一定虚高的成分毕竟他的速度摆在那里就不可能成为那种超级实用的卡片 然后他的价格里又有部分是户口加成 所以说嗯这这也是在我的心理预期之内啊 不过作为一个仍然射门友啊我加了Sniper之后有了97啊啊力量也不错 各方面那种小数据呃都很好看的球员他还是很好的完成任务 只不过啊就是也没有那么的出彩而已啊 那么我们再看前场特谢拉和这个帕托啊之前我帕托只用了两场 基本对他还没有什么感觉之前这个位置上是谁呢 其实是卡拉斯科啊卡拉斯科也是要变阵啊 先发LM然后让他啊变去打前锋 但是说实话我也没用出什么呃好的地方 感觉他挺平衷的 然后现在变了阵之后为了配合这个菲尔米诺的画圈呢 我就换成了帕托 但是因为用的太少了 我现在暂时评价不了帕托 当然虽然他是天津全剑的呃也是 但是我也希望他以后吧 在阵中能有很好的表现 然后特谢拉算是一个惊喜 虽然只有79的总评 但是速度呢摆着可以说明是一张非常实用的卡 并且呃我是开到了 现在即使你是买的话 可能三位数都可以买到大不了 就是1000多一点点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打进了很多很多的进球 是27场比赛15球 应该说他的进球率比威廉姆斯啊 那个阵的威廉姆斯还要高了 就是啊各种球啊 他都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 然后用正确的方式完成射门 呃很舒服的一位球员 我觉得呃性价比挺高的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用中超 不仅是因为我们有情怀加成 而确实是因为中超是一个特别适合啊 去作为开荒阵的那么一个联赛啊 所以说今天也是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万物到现在心得 那么在节目为生的我们还是来把这个奖励给开了 先开哪个比较好感觉好像啊 那就从头开始开吧 一般这种这个Jumbo Premium Gold Pack我都开不出任何东西了 还不如那种普通的金包开的比较多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卡包果然是连门都没开啊 啊感觉有点憋尿了 还是先把包开完再去尿 一般憋尿的情况下你们都会有很好的发挥啊 比如说憋尿时候考试 憋尿时候TOT都是一样的 那么果然啊这一憋尿啊 开包运动好了 啊 谢了 RBLR怎么现在还长数值了 我记得上一代是83吧 我还以为是拉莫斯啊你们都懂的 OK啊 开完了那两个Jumbo之后 我们来看这个这个包是Royal Players Pack 12个闪金球员啊 还有几率就大大增加了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能够开到什么 至少开个门吧兄弟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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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 不过是贝莱琳啊 就是还挺不错 不开门里应该算是上上签了 然后慕尼尔也不错啊 也是那种可以卖点钱 罗斯也稍微可以卖点吧 不过这一代应该没有上一代的罗斯 那么好用了 扎尾 怎么又是扎尾 我第五六个扎尾了 OK 那么 今天节目的尾声 我们来看这个Mega Pack 里面是 都是金卡18个是Royal的 但是不保证全是球员 肯定是有消耗卡的 那么 最后的按下这个按钮 我辛辛苦苦的打了一个礼拜 达到的 Division Rival Rank 1 然后 给我们的卡的最终奖励是好歹开门了 德国的CB 那么回事 还有一个洞黑啊 虽然是 应该不怎么卖钱 按洞黑 我还同兄弟在一个卡包中 这你敢信 虽然那个不卖钱 但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啊 哈哈哈 怎么样 老铁 扣一波六啊 扣一波六 这这这可以了 我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我觉得已经 这肯定能卖过五万块钱 那么肯定说我们这次的选项选对了 没有选那个Option 1 我们选了这个Option 2 而且是能卖钱的 可以算非常不错了 我非常的满意 那么可能在之后 我就不会再去那么实际的打Division Rival 当然那个周 商品啊 这个叫周赛 基本也不会打了 因为我真的打不动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段时间万恶实在太忙了 所以说可能也不会以后总给你们开这样的包 但是也是希望你们喜欢吧 然后如果这个最近你们想催更催更啊 反正万恶还是该怎么跟怎么跟 然后你们要催更的话 如果去关注一下催更的话 效率会提高 别忘了 那么这期节目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